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好 請潘部長 委員好 部長您好 我們蔡總統她在就職演說的時候有提到 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如果沒有未來 就代表這個國家沒有未來 所以呢 我們要幫助年輕人去突破困境 實現世代正義的問題 可是現在我們談到高教這個問題 年輕人只要一出社會 他第一件事就面對一個壓力 什麼樣的壓力 就是學貸的壓力 那請問部長 目前我國有多少學生與畢業生 在面臨這樣的就學貸款的壓力呢 大約34萬的學生 大約34萬個人次 34萬個人次 那請問一下公立跟私立的差別呢 那個市長這邊是不是跟委員做個報告 這邊數據是不是請 我這邊有個數據啊 就是教育部在4月份的統計喔 目前背學貸的年輕人已經高達94萬 103年就有31萬人申請學貸 那所有的大學生當中 每4個人就有1個人申請學貸 而且呢公立跟私立的比 比例來講是1比4 我這樣子的數據正不正確 正確嗎 詳細的數據我想請市長這邊統計 等一下再跟委員做個確確的報告好了 好 那今天提到的就是我們要提的就是有關於漲學費的這樣的議題 禮拜一的時候是本年度的各大專學校申請調漲學雜費的截止日 這一次又有14個學校提出申請 而這14個學校呢 裡面有4所的是公立學校 10所的是私立學校 私校的學貸的情況其實剛剛有提到了 是比公立學校還要高非常多 可是呢我們卻發現一件事情 私立學校就不斷的申請漲學雜費 這樣的狀況不是在加深學生的這樣的一個貧富差距嗎 是 所以我想教育部所組成的審議小組的 學雜費的審議小組也就希望能夠確實的了解 學校如果一旦要做調整 那它是要參與相關的這個指標 尤其是對於學生的助學 還有辦學的績效 這些是我想在整個審議裡面很重要的重點是 我相信就是關於就是學雜費的這樣的調整 有一定的標準 但不過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一次14個申請調漲學雜費的學校 有幾個數據想要跟部長報告一下 申請調漲3.5%的有很多所學校 像素人護專 他最近四年就有4.5億的盈餘 長庚大學要調漲2.5% 這三年來他的校場多了10億元 總資產高達437億 淡江大學也是要調漲3.5% 他們淡江大學是年年獲利 今年還花了4.26億去蓋國際會議廳 本席想請教一下部長 這些學校的財務狀況非常的良好 卻質疑要漲學費 請問一下教育部的立場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整個指標裡面 財務的透明是一個基礎 也就是說讓學校的各項 包含盈餘或是他投資建設的這方面 都應該提出來 我想在審議小組的討論裡面 雖然學校提出來 但是實質上會怎麼樣的去同意 審核他的漲幅 或是不是同意他漲 還是會回到實質的內容審查 像剛剛委員所提到 如果這些財務的訊息 在這個學校所提報的計畫裡面 我想我們審議小組的委員 應該會非常嚴謹的來看待 學校是不是所提的這個合不合理 那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在週一的時候 有回答我們委員 也承認就是 考量目前的工作與所的環境 現在不是調漲學渣費的好時機 部長還記得嗎 是 我想現在的大環境 確實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對尤其是經濟比較弱勢的家庭 孩子這都是一個負擔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 是在以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週二的時候有學生就是 反教育商品化的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有提出剛剛部長一直提到的 這樣一個審議的機制是否公開透明 請問一下如果說教育部的學長審議小組的會議 不管是代表比例以及這裡面的會議的討論 會公開在網路上嗎 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審議小組成員總共大概15位 包含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 家長 老師 還有包含三名的學生的代表 所以學生也在這個審議小組裡面 占大約五分之一的這樣的比例 我想個別委員的名字 我想這公布上是比較不合一 但大家能夠去理解它整個的結構 事實上是考量了很多消費者的這個角度 對於這個整個審議的結果 這個資訊會公開 也就是說這個學校同意或不同意 我們會有比較明確的理由 也讓各界了解 家長沒有辦法完整公開 請問一下這個審議的過程 怎麼去證明它是公平跟公正的呢 我想對 就是說那個審議的 你要怎麼又回應 就是學生對於就是 調掌學雜費的整個過程來講 是對他們來講是公平的呢 我想從委員的審議小組委員的組成 而且這比較像學生 他其實是 目前我們青年署諮詢的學生 這個學生是來自各界推舉之後 所來產生的 那也從這些學生裡面 來擔任這個代表的學生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 對學生而言 它其實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那剛剛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這個審議的結果 會有充分的這些說明 讓各界了解到說 比如審議委員會同意這個學校 或同意這個學校 那具體的理由包含這些 我想都會讓外界來充分的了解 我相信學生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避免這個審議的過程是淪為黑箱 部長你認不認同 我想從這個委員的組成的過程裡面的代表性 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 用於一個比較會嚴格審查 也關照到要負擔這些學費的 不管家長或是學生的代表的比例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可以更橫平的去看待這個審議的結果 那部長你認不認同 調掌調降這學雜費攸關學生的權益 這一定的 這是實質的負擔 那攸關學生的權益的話 那本期希望部長教育部能夠去評估 現在的專科以上的學雜費的收取辦法的第14條 秉持著公開透明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讓這個學雜費的審議小組的程序跟指標 跟會議代表的名單 會議的紀錄都能夠重新的去討論它的機制跟制度 好 我想今年我就跟委員報告 這個組成還有未來的審議的紀錄會來公開 那至於說這個審議 未來審議小組的這個組成 我想在後續我們會來做更多的努力 對 因為我還是要強調 從上一次的調掌那20幾所的學校 一到這次14所學校 到現在我們都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學生的代表性是誰 那是學生的代表性從何而來 那當然部長也說您不能公開對不對 是指個別的名字 剛才那個結構過去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這個審議小組的組成 所以剛剛我也跟委員報告的 這15位其實它就是這些類型 包含這些青年學生的代表 事實上就是在過去大家共同推舉後 在這個青年諮詢會裡面 我們邀請了三位來擔任這一次的審議小組委員 好 那基本上部長也是同意 就是重新再檢討去思考這個機制 我想對這個制度我們也希望 未來可以讓外界更加的了解 審議的結果也都是來希望能夠來公開 大家能夠去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為最後審議的這個結果 對很多的學生還是有實質的影響 我希望這個部分是能夠更透明的 好 最後我要提的就是那調整的費用到哪裡去 我們要如何監督 可不可以請部長給我們一個回應 因為在學校要提出調整的這個計畫裡面 就必須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調整之後的這個經費 是應用在哪些方面 那基本上我想助學 弱勢學生的這個助學是 我們非常重要要求的指標 那另外一個就是學校它實質上 所辦學的這個績效 這也是大家關心就是現在委員所指教的 他到底這些費用調漲之後是應用在哪些 這一些在計畫書裡面 都必須明確的提出來 供審議小組的委員來做實質的審查 請問一下監督機制在哪裡 這個我想審議小組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具代表性的來幫忙 認為學校這樣的所提的計畫合不合理 或比如說那漲幅 不是學校今天提了3.5%就是3.5% 認為說你如果說所有的東西是 我是要問的就是說 調漲後的錢用去哪裡了 請問一下在調漲後的錢用去哪裡 教育部要如何監督呢 我想主要想用在改善教學品質 弱勢學生的助學 那教育部後續也會有實質對學校 這方面的一些查核 那如果他沒有做到這樣的改善教學品質 提升教學品質以及保障弱勢學生 那請問一下教育部的後續的作為會是什麼 我想這個查核事實上也就代表著一種監督 那如果說學校沒有依照原來的提的這個計畫 那教育部當然不管在相關的對學校的原來的補助 包含這個學校如果沒有具實的去執行這個學費的調漲 我想後續這個學校再提這個計畫 我相信審議小組或教育部對這個校一定會有嚴格的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持續監督 而每一次如果有什麼樣的一個進度的報告 也希望教育部能提出一份交給本席 這樣可以嗎 好再接下來就是有關於調漲的審議小組的部分 不可以跟我們的碩博班 進修班跟在職專班 跟國內外合作專班脫鉤 我現在有關於審議小組只有跟學士大學的這個部分 有經過審查 那請問一下其他的部分是不需要經過審查的嗎 目前切實委員所說我們是以大學日間 跟學士的這個階段為主 請問一下部長這部分有沒有必要做檢討 就是在研究所後的事情 是是是 這部分我再來深入的了解好不好 也做一個評估 評估報告可以在什麼時候提交給 就研究所 委員可以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嗎 對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大學學費漲幅 在塑專班 進修班跟在職專班 其實學費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這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他都是跟我們的審議小組脫鉤 最後我希望就是說 教育部能夠朝向就是我們的高教公共化而邁進 如果是說在學雜費這個部分 可能會有這個經費不足的 我相信現在私校林立少子化 這個經費不足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呢希望就是在這裡 教育部能夠提出更好的開源決流方式 挹注全力然後全面的去推動我們的教育的公共化 這樣的一個理想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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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